歡迎大家收看今集好熱氣 今天我們會有兩個重點 首先是講一下我們剛剛在戲院看完一套新的韓片 叫緊急迫降 沒錯 那套片其實看完之後都覺得有驚喜感 沒錯 其次還有是Netflix最近上了呼應人 大製作 沒錯 斑底方面會有羅蘇兄弟 即是說Endgame的斑底 Marvel的斑底去炮製 又有Captain America 對 還有Blade Run 2049 Cast非常好 其實Cast非常好 先講一套緊急迫降 剛剛昨晚看完 沒錯 其實這套片我覺得都是我們的迫降 其實有很多人性灰色地帶 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負面的 但是經歷過這套片之後是把它呈現出來 是的 我覺得非常緊張和精彩 尤其是這個劇情是寫得不錯的 因為表達到人性的一面 也有少少政治的諷刺 變成也很貼近我們現在在疫情下 所以說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或者大家的感受 都在這套電影上可以啟發出來 沒錯 其實說一下這套電影的斑底 其實導演方面叫做韓再琳 其實他是 我想比較為人所認識的一套片 叫做金拳黑幕 其實我未看過 但你看過 不錯的 不錯的 也很緊張 鄭于成做的 其次就是陣容方面 其實我比較熟悉男演員方面 有剛剛在康城拿影帝的 就是宋康浩 這個應該香港人都很熟悉 因為都很久之前很多戲 譬如何謀乖客等等 最上一套 《孩子轉運站》 但是問定康城影帝之作 那就是韓國周星馳 是的 最初期的時候 韓國片盛行 剛剛打入香港的時候 他也有個花名叫做卓浩 就叫做韓國周星馳 因為他很有喜感 是 他做的戲就算正正經經 突然間都會引你試 是 但是他的身形似乎達叔 是的 這件事很熟悉 其次就是李炳獻 如果大家都熟悉 他算是駕駛後 另一位是差不多去到 一線 《荷里活》 《志祥》 沒錯 《荷里活》一線的韓國影星 其實近年可能有少許回堂 但是所以說 這套片來說 我覺得都算是表現 都是一個標桿之作 其餘還有幾個演員 譬如說《傳導演》 雖然說其實這些名字 對於我來說 我比較少看韓片 所以陌生一點 但是據我了解 整個組合 都算是影帝影后 是的 尤其是做很多電視劇 很多電視劇 沒錯 其實這部片 我入場之前完全沒有備課 但是我看到《宋康浩》 其實我覺得這部片 應該有些看頭 事實上 他出來的演出 我覺得他都算是裝來並中 因為這部片 前設其實比較嚴肅 因為其實不拍劇透 因為主線是說 有一個恐怖分子 基本上就是說他身懷了一些絕世的病毒 然後上了飛機 基本上在飛機廣幕 基本上都算是群獸鬥 其實當中有些 其實病毒的設定 我覺得其實有些位置都不合理 譬如說傳播的方式 或者快慢 好像是任他 這部份我覺得會有一點 當然他都隱含了一些元素 就是身體強壯一些 沒有那麼容易傳染到 剛剛約了就會很快中招 沒錯 你當是甚麼 但其實不要特地跟他駁股 但我覺得其實另一條副線故事 或者可能另一條主線 我覺得其實都幾級 有人說就是宋康浩那條查案 因為其實他前設說 他老婆在飛機上面 但其實他都嘗試保持一個冷靜的心態 在千絲萬縷的一個過程中 去找回真空 但我覺得有個位置 也是整部片鋪排得好地方 基本上恐怖分子那部份 其實佔那部片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差不多前期 可能三分之一 那部份已經完結 但之後的格局更加大 可能牽涉到藥廠 然後牽涉到不同國家 大家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對立面 那部份其實我覺得 他也是在那部片上釋出得不錯 是的 尤其是人物的決定 譬如說宋康浩 他是一個警察 但是如果一個警察 默默然想去追蹤這件案 應該沒有那麼熱身 但是他就安排了他老婆 他的家人 就在機上 於是他就更加熱身 尤其是他臨尾要犧牲自己的時候 大家看上去都知道 這個設定起碼都合理一些 另外還有一個機師 沒錯 他以前是很厲害的 駕駛飛機是很出名的 但是一次的決定 令到他以後不敢再駕駛飛機 而且不敢坐飛機 但是這次就是為了女兒 才去坐飛機 所以很多事情 是很合理性的 編劇想了很清楚 才去做的 整個故事 人物設定都做得很好 沒錯 整部影片的人設 真的做得很完善 特別是看完這部影片 那二十多小時之後 其實沒有哪一個角色 可以拔走 整件事是沒有多餘成分 而且這部影片的部署 其實做得很好 因為開播的時候 我們常猜 事情會否發生 因為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們在想他如何對策 因為到最後 當然會有些轉變 但我覺得整個過程 其實真的很懂得賣關子 他嘗試去開開一些軸套 對 沒錯 開頭的一幕 在廁所裡 他經常用了很多時間 基本上用平行展示的方式 加上他是不是要拉開肉簾 那部份 我覺得他是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嘗試去鋪排一個很軸套的鋪層 但是他做出來 得到的結果 就是一些很反常 觀眾完全猜不到那種玩法 加上最後一幕 我們最後一幕的時候 看到 說明是緊急迫降 最後一幕當然是飛機要被迫降落 是 在最困難 最難度高的時候 要降落的時候 他特地又不讓你看 是 但給了之後發生的事情 先看 然後再回頭 由於事情爆到這麼大 但他的收科是挺難的 我覺得他雖然那個收科不是很好 但是在這樣的劇情之下 去這樣包底 我覺得已經算不錯 沒錯 其實說一下 side track 因為這部影片其實都橫跨了整個疫症 因為其實他拍攝機的時候 即是集齊人馬去拍攝機 才可以說是很全球的去供應 其實我覺得這部影片 也有很多 滲了很多其實是跟肺炎有關 是 整個疫症有關的元素 譬如說是 不同國家對這個傳染病 或者是一些細菌戰的策略 或者是 有時候說要為了自保 有時候說是 要把人性擺開 擺開了那種這樣的批判思維 擺在影片裡面 是的 折理是很豐富的 尤其是很有共鳴感 尤其是 如果我們香港人 曾經在這段時間出過外邊旅行 或者在外國回來的時候 你都會有這樣的體驗 尤其是 例如你在外國 你戴口罩好 還是不戴口罩好 回到香港的時候 想在外國已經很輕鬆 不用戴口罩 回到來 有很多人 你回來 你又要隔離 有些可能有歧視的成分 這套戲 都會有這樣的治理 帶給你 沒錯 其實最後一個燒烤結局 其實也挺開心的 其實我感覺上 是有些令我 recall 回到上樓的生族 最後也是那場大龍鳳 也是說的是 Gathering Party 但是這部份 我覺得它的處理 還有有個位置 我也有點催淚 因為宋康浩的角色 其實在前面 其實有鞋身成分 其實它有些是 輔助主線去走 但是這個角色 如果它不是說 加了去最尾那部份 即是要自己試藥那部份 其實它好像不太直接 去幫到那班 是機上的乘客 但是那部份 說真的有些是悲劇英雄 但是又帶了少許 甚少黑色喜劇那種風格 你會不小心 一直在哭 一直在笑 說完戲院的體驗之後 是時候說一下 家庭影院的體驗 Netflix 最近上了一套 灰影人 其實班底方面也厲害 他士很厲害 他士其實很厲害 他士其實很厲害 說真的 除了有Marvel的愛將 羅素兄弟班 其實還有Chris Evans 美國隊長 做這個反派 那個鬍鬍的樣子 也有點猥瑣 他的形象也改得很厲害 有一個帥哥特意剃了頭髮 然後又留了一筆怪雞的鬍 怪叔叔的鬍 令人更加覺得這個奸角更討人真 而且他的造型也很棒 我也是接受不到他那條褲子 那條褲子的腳有貓滑的感覺 是很奇妙 有點像Simson的隔壁屋的耶穌老 另外還有Ryan Gosling 繼續在灑水 他的帥哥的樣子 這套影片 其實也是走回他最熟練的風格 其實近期除了這套影片 但他好像粗得大隻了 是很鬼死大隻 還有想說他再跟誰合體 Anaston Armas 如果大家都知道女神 她之前在Blade Runner 2049 他們的不前而別那種道別 其實很創傷性 但這套影片見到他們合體 在觀眾角度突然有些心心眼感 這個女神好像最近又有 Levix也有推出 沒錯 Levix還有一套夢露 也是Anaston Armas 據聞說會是 比三級更加激烈 這麼厲害 對 話說有些很震撼性 很創傷性的演出 這樣要期待好像八月中有 好像去到九月頭 是嗎 因為他好像現在正在製作 還有很多片段都會有黑白 感覺上要衝擊奧斯卡的藝術獎 無論如何 說回福音人 其實我覺得這套影片 在我眼中覺得是 我會覺得挺正平的地方 每一場打鬥戲 都在美術上 美子方面 都很強烈 例如說 第一幕是說 較量 放煙 那種感覺 顏色 或者場景調度來說 是很美感 對 其實打方面是非常刺激 精彩 還有很多幕 沒錯 這一齣不知為何搞這麼多幕 但是你也看到 景色都很漂亮 雖然有些景色 是意味的 對 譬如在香港 阿Bio又來到香港 尤其是這段時間 泰國又不是泰國 唯一兩大地方是 就是捷克布拉格 和法國 沒錯 其實這套影片 我覺得是成功在 打鬥和美子都很棒 我記得有一幕都很棒 就是說 它好像在畫房 因為它經常很懂得善用燈光 特別是看到剪影這樣打 有點像是007 就是Sky4 那種視頻開幕 變成那種感覺 是打鬥和那些畫面 是粗毫得來 但是在那個美感 在視角上 又很棒 這部分我覺得 當時看的時候 我曾經想過 這套影片 其實在Netflix 其實浪費了 我覺得這套影片 百分之一百 在戲院上 那種感覺 今集的影評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看過 剛才以上的節目 其實都歡迎大家 可以在這裏留言 講一下感受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聊聊天 沒錯 最後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最後按鈴鐺 就是update大家的時間找你 下一集好月氣見 拜拜